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街头小吃探险》,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墨西哥的塔可,街头的玉米饼美味 2.曼谷的芒果糯米饭,甜蜜的热带风情 3.布拉格的烟葱蛋糕,甜蜜的杰克风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墨西哥的塔可,街头的玉米饼美味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墨西哥的塔可,这个让人垂涎三尺的街头美食 塔可,toco,这个词汇,听起来就像是某种神秘的咒语,能够瞬间召唤出一片美味的天地 事实上,塔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阿兹特克文明 那时候的玉米饼,tortilla,已经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塔可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无论你是素食者,肉食爱好者,还是海鲜狂热者,塔可都能满足你的味蕾 你可以在街头小摊上找到各种各样的塔可 从最经典的卡内阿萨塔,卡尔拉萨塔,烤牛肉塔可,到充满异国风情的阿尔帕斯托,Alpasta 烤猪肉塔可,再到新鲜的鱼塔可,Fish taco 每一种塔可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故事 说到塔可,不得不提到墨西哥的街头小贩 他们是塔可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这些小贩通常会在街头设置一个简单的摊位 配备一个大铁板,Plancha,上面煎烤着各种肉类和蔬菜 你只需站在摊位前,闻着那扑鼻而来的香气,等待着那一刻的美味降临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塔可的名字来源 据说,塔可这个词最早是用来形容矿工们用来包裹火药的小纸包 因为这些小纸包的形状和塔可非常相似 后来,这个词被用来形容用玉米饼包裹的食物 于是,塔可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塔可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但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记忆 首先,玉米饼的制作需要经过一个叫做尼克斯塔马尔化 Nixtamolization的过程 这是一种将玉米浸泡在石灰水中的技术 可以提高玉米的营养价值和可塑性 接着,将玉米磨成粉制成玉米饼 再用铁板煎烤制微微焦黄 塔可的馅料更是多种多样 从简单的烤肉,洋葱和香菜 到复杂的炖肉,豆类和各种酱料 每一种馅料都代表着不同的地域风味和烹饪传统 你可以在塔可上加上各种配料 卤酸奶油,鳄梨酱,Guacamole,辣椒酱,Salsa,等 这些配料不仅增添了风味 还让塔可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塔可是墨西哥文化的一部分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象征 下次当你品尝塔可时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站在墨西哥的街头 感受那份来自古老文明的美味祝福 Bon Appetit 或者应该说Bien Proto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曼谷的芒果糯米饭 甜蜜的热带风情 曼谷的芒果糯米饭 简直是甜蜜的热带风情的代名词 想象一下 阳光明媚的午后 你坐在梅南河畔 威风轻浮 手中捧着一碗色彩斑斓的芒果糯米饭 简直是人间天堂 芒果糯米饭 是泰国的经典甜点之一 它的主要成分包括香甜的芒果 糯米和椰浆 糯米经过椰浆的浸润 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 芒果则选用最成熟的品种 甜美多汁 最后 撒上一些脆脆的黄豆粉或芝麻 简直是画龙点睛 这个甜点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泰国的古代 传说中 泰国的农民在丰收季节后 会用糯米和椰浆 制作各种美食 而芒果糯米饭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 这道甜点逐渐流传开来 成为了泰国各地的美食代表 有趣的是 芒果糯米饭 不仅在泰国本地受欢迎 还在国际上赢得了不少粉丝 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 专程来到曼谷 只为品尝这一道甜点 甚至有些人会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他们的芒果糯米饭之旅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美食热潮 在曼谷 有许多地方可以品尝到正宗的 芒果糯米饭 比如 著名的Mayvory水果店 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 他们家的芒果糯米饭 被誉为曼谷最好的之一 还有Thunlow夜市 这里不仅有美味的芒果糯米饭 还有各种其他的泰国小吃 绝对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当然 芒果糯米饭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美味 还在于它所代表的泰国文化 每一口芒果糯米饭 都是对泰国热带风情的致敬 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泰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 所以 下次你来到曼谷 一定不要错过这道甜蜜的芒果糯米饭 它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段甜蜜的热带风情之旅 享受吧 朋友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布拉格的烟葱蛋糕 甜蜜的杰克风味 布拉格的烟葱蛋糕 杰克语称为 Turtonic 是一种既美味又独特的甜点 堪称杰克的甜蜜名片 这个甜点 不仅在布拉格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还吸引了无数游客的味蕾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美味的烟葱蛋糕的历史 制作过程 以及一些有趣的故事吧 首先 烟葱蛋糕的名字来源于其独特的外形 它看起来像一个小烟葱 外表金黄酥脆 内里松软香甜 这个甜点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 虽然它在捷克非常流行 但其实 它的起源地并不是捷克 而是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后来 这种美味的甜点 逐渐传播到捷克 并在布拉格发扬光大 制作烟葱蛋糕的过程 颇具观赏性 首先 将面团卷在一个特制的木棍上 然后在炭火上烤制 烤制过程中 面团会慢慢膨胀 形成一个中空的圆柱形 接着 烤好的面团 会被滚上糖和肉桂粉 有时还会加上坚果碎火椰丝 最后 热腾腾的烟葱蛋糕 就可以享用了 咬上一口 外脆内软 甜而不腻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说到有趣的故事 有一个关于烟葱蛋糕的传说 特别有趣 据说在很久以前 有一位捷克的面包师傅 他的妻子非常喜欢甜食 为了讨妻子换心 他每天都在尝试新的甜点配方 有一天 他灵机一动 把面团卷在木棍上烤制 结果意外地发现 这种方法烤出来的面包 特别好吃 于是 他在面包上撒上 糖和肉桂粉 做成了今天的腌葱蛋糕 这个甜点 不仅赢得了妻子的欢心 还迅速在当地流行开来 成为了布拉格的特色美食 此外 腌葱蛋糕 还有一个现代的变种 那就是在中间填上冰淇淋 巧克力酱 或者水果等各种馅料 这种创新的吃法 不仅增加了口感的层次 还让腌葱蛋糕更加诱人 想象一下 热乎乎的腌葱蛋糕 配上冰凉的冰淇淋 那种冷热交替的感觉 简直是味蕾的极致享受 总的来说 布拉格的烟葱蛋糕 不仅是一种美味的甜点 更是杰克文化的一部分 它的历史 制作过程 以及背后的有趣故事 都为这个甜点 增添了不少魅力 所以 下次如果有机会去布拉格 一定不要错过 品尝这道甜蜜的杰克风味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首尔的辣炒年糕 街头的辣味小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让人垂涎三尺的话题 首尔的辣炒年糕 这可是街头小吃中的 一颗明珠啊 辣炒年糕 韩语叫做 Tiokbaki 这道小吃的历史 可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当时的辣炒年糕 可不是现在这种红彤彤 辣得让人直冒汗的模样 而是一道宫廷料理 主要用酱油调味 味道偏甜 这种宫廷年糕 在当时 可是贵族们的心头好 那么 这道小吃 是怎么从宫廷走到街头 并且变得这么辣的呢 这就要感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 一位韩国大妈了 据说 她在首尔的星巴克市场 Sindangang 开了一家小吃摊 无意中把辣椒酱 Gokujang 和年糕混在一起 结果发现 这味道竟然出奇的好 于是 这道辣炒年糕 就这样诞生了 并迅速风靡全国 辣炒年糕的魅力 在于它的多变性 基本款的辣炒年糕 只需要年糕 鱼饼 洋葱 和辣椒酱 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添加各种配料 比如煮蛋 拉面 芝士 甚至是海鲜 这就像是韩国版的万能锅 什么都能往里面夹 怎么夹都好吃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 韩国人对辣炒年糕的爱 简直可以用痴迷来形容 每当你走在首尔的街头 无论是繁华的民洞 还是安静的小巷 你总能闻到 那股浓郁的辣椒酱香味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一碗热腾腾的辣炒年糕 简直是驱寒暖胃的最佳选择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韩国的学生们 经常会在放学后 聚集在辣炒年糕摊前 边吃边聊 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活动 甚至有些学生会比赛 看谁能吃得更辣 这种辣味挑战 不仅考验了他们的味蕾 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总的来说 辣炒年糕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象征 它代表了韩国人 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美食的追求 下次你有机会去首尔 一定要亲自品尝一下 这道街头美味 感受那份辣中带甜 甜中带辣的独特魅力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 亲自去体验一下 首尔的辣炒年糕 保证你会爱上它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牛肉馅饼 阿根廷的肉食经典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个 既美味又充满历史的主题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牛肉馅饼 这可是阿根廷的肉食经典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道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首先 让我们从名字开始 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首诗 实际上 它的意思是 好空气 这座城市不仅有好空气 还有好吃的牛肉馅饼 阿根廷的牛肉馅饼 或者说Empanada 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美食之一 这种美食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 当时西班牙人将这种美食 带到了南美洲 并在当地发展出了独特的风味 阿根廷的牛肉馅饼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那就是它的多样性 不同地区的牛肉馅饼 有不同的做法和口味 例如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你会发现 牛肉馅饼通常是用切碎的牛肉 洋葱 橄榄 和煮鸡蛋制成的 而在北部地区 牛肉馅饼可能会加入 马铃薯和葡萄干 这样的搭配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 在吃一场美食的冒险 说到牛肉馅饼 我们不得不提到阿根廷的牛肉 阿根廷的牛肉 以其高品质和美味著称 这要归功于阿根廷广袤的草原 和优良的养牛技术 阿根廷人对牛肉的热爱 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 他们甚至有一句俗语 如果没有牛肉 阿根廷人会饿死 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充分说明了 牛肉在阿根廷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牛肉馅饼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社交活动 无论是在家庭聚会 朋友聚餐 还是街头小吃摊 你都能看到 人们手捧牛肉馅饼 边吃边聊 这种美食 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 还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最后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有一次 一位阿根廷的厨师 参加国际美食比赛 他决定用牛肉馅饼 来代表阿根廷 比赛当天 他的牛肉馅饼一出炉 香气四溢 吸引了众多评委和观众的注意 结果 他的牛肉馅饼 不仅赢得了比赛 还让更多人了解 和爱上了这道阿根廷的经典美食 总结来说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牛肉馅饼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阿根廷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 每一口牛肉馅饼 都蕴含着阿根廷人的热情 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 下次当你有机会品尝这道美食时 不妨细细品味 感受其中的故事和情感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都能有机会 亲自品尝这道美味的牛肉馅饼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马德里的西班牙油条 甜蜜的早餐选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甜蜜的话题 马德里的西班牙油条 或者说是 Choros con chocolate 这可是西班牙早餐界的明星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道美食的历史 文化和魅力 首先 让我们回到几个世纪前 当时的西班牙牧羊人 需要一种简单 又能提供能量的食物 来应对寒冷的早晨 于是 他们发明了这种 用面糊炸成的长条状点心 这就是最早的 Chios 这些牧羊人可能默想到 他们的发明会成为 未来几百年来 西班牙人早餐桌上的常客 Chios的制作 其实并不复杂 基本上就是将面糊挤入热油中 炸至金黄酥脆 听起来简单 但要做到外素内软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当然 光是这样还不够 真正让Chios成为经典的 是那一杯浓稠的热巧克力 这种巧克力 不是我们平常喝的那种 稀薄的热巧克力 而是浓稠到 可以用来 沾Chios的Chocolate alatosa 这种巧克力浓郁香甜 与Chios的酥脆 形成完美的对比 让人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 马德里最著名的 Chios店之一 San Guinness 这家店自1894年开业以来 已经成为了 马德里的一个地标 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 San Guinness 总是人潮不断 据说 许多夜猫子在狂欢后 会来这里享用一份 Trurroscon Chocolate 为他们的夜晚 画上甜蜜的句号 有趣的是 Chios在西班牙的地位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还承载了 许多文化和社交的意义 比如 在西班牙的节日和庆典中 Chios摊位总是少不了的 人们会一边享用Chios 一边聊天 跳舞 享受节日的欢乐气氛 此外 Chios还有一个有趣的亲戚 Pora Pora比Chios更粗更短 口感也更为松软 这两者的区别 就像是兄弟姐妹 各有各的特色 但都同样美味 总结来说 马德里的西班牙油条 不仅仅是一道早餐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你是当地人还是游客 来到马德里 一定要亲自品尝一下 这份甜蜜的早餐 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所以 下次当你在马德里的街头漫步时 不妨停下来 找一家Chios店 点上一份 True Rose Con Chocolate 让这份甜蜜的美食 为你的旅程 增添一抹亮色 记住 生活就像Chios 外表可能有点粗糙 但内心总是甜蜜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胡志明市的越南春卷 清爽的街头美味 胡志明市 这座越南的新藏城市 不仅以其繁忙的街道 和摩托车大军文明 还以其丰富多彩的街头美食 吸引着无数套客 而在这些美食中 越南春卷 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道 这道清爽的美味 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的缩影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 越南春卷的起源 越南春卷 越南语称为锅宽 直一锅来 就是卷起来的沙拉 这道菜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当时的越南人 为了在炎热的天气中 享受清爽的食物 便创造了这种 用米纸包裹新鲜蔬菜 香草 虾仁和猪肉的美味 这种做法 不仅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还能让人感受到 一种清新的口感 胡志明市的街头 随处可见 小摊贩在现场制作春卷 这些摊贩 通常会在一个小桌子上 摆满各种新鲜的食材 然后熟练地 将它们卷进薄如蝉翼的米纸中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 但其实需要相当的技巧 米纸太势会破 太前又卷不起来 这其中的火候全凭惊艳 有趣的是 越南春卷的制作过程中 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在越南 春卷的制作 通常是家庭聚会 或朋友聚餐时的一部分 大家围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动手卷自己的春卷 这不仅增添了互动的乐趣 还让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口味 来调整食材的比例 这种共享的过程 让春卷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联系感情的方式 当然 胡志明式的春卷 也有其独特的风味 这里的春卷 通常会加入一些 当地特有的香草 如鱼心草和薄荷 这些香草的加入 让春卷的味道 更加丰富多层次 而且 胡志明式的春卷 通常会搭配一种 特制的花生酱或鱼露酱 这些酱料的调配 也是摊贩们的独门秘方 让每一口春卷都充满惊喜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春卷的社交功能 在胡志明式 春卷不仅仅是街头小吃 还是社交场合中的常客 无论是家庭聚会 朋友聚餐 还是公司聚会 春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清爽的美味 不仅能让人胃口大开 还能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增进感情 总的来说 胡志明式的越南春卷 不仅仅是一道清爽的街头美味 存在着历史的记忆 体现了越南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也在每一个品尝他的人心中 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所以 下次当你 漫步在胡志明式的街头 不妨停下脚步 品尝一口这道清爽的美味 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雅加达的印尼沙爹 香料中的东南亚风情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人 垂涎三尺的主题 雅加达的印尼沙爹 这道美食 不仅仅是烤肉串那么简单 它可是东南亚风情的缩影 香料的交响乐章 首先 让我们从沙爹的起源说起 沙爹这个词 源自马来语 Sate 据说最早是由 爪哇岛的街头小贩发明的 这些小贩们灵机一动 将肉串起来烤 然后配上各种香料和酱料 结果大受欢迎 这就像是美食界的创业故事 一个小小的创意 成就了今天的美味传奇 雅加达的沙爹 特别有一种独特的风味 这里的沙爹 通常使用鸡肉 牛肉 羊肉 甚至有时候还会用到鱼肉 肉串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 香气四溢 这时候你会发现 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 那么 沙爹的灵魂是什么呢 当然是那浓郁的酱料 印尼沙爹的酱料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花生酱 另一种是甜酱油 Coccapt Manis 花生酱浓稠香甜 带有一点点辣味 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而甜酱油 则是用椰糖和酱油制成 甜中淡咸 风味独特 这两种酱料各有千秋 让人难以取舍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 一位外国游客 在雅加达的街头品尝沙爹 结果爱上了那浓郁的花生酱 他回国后 试图自己制作这种酱料 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味道 最后 他决定再次飞回雅加达 百事学艺 这位游客的执着 让人不禁感叹 美食的魅力 真是无远福建呀 除了酱料 沙爹的香料 也是一大亮点 印尼的香料种类繁多 像是姜黄 香茅 自然 胡椒等等 这些香料在沙爹的制作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每一种香料 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当它们混合在一起时 就像是一场味觉的嘉年华 最后 我们来聊聊沙爹的吃法 印尼人吃沙爹 通常会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或者椰浆饭 再加上一些新鲜的黄瓜和洋葱 这样一来 整个餐桌就变得丰富多彩 让人食指大动 总结来说 雅加达的印尼沙爹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它融合了多种香料和酱料 展现了东南亚的风情和魅力 下次有机会去雅加达 记得一定要品尝这道美味 让你的味蕾来一场 一国风情的旅行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对印尼沙爹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有机会 亲自品尝这道美味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开罗的法拉费 街头的素食美味 当我们谈到开罗的法拉费 佛拉费 这种街头素食美味 真是让人垂涎三尺 法拉费在埃及被称为 Tomeo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某种神秘的咒语 实际上它确实有一种魔力 能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法拉费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代 当时的埃及人 就已经开始用豆类 制作这种美味的食物 传说中 法拉费最初是由埃及的 科普特基督徒 在斋戒期间发明的 因为他们需要一种 既能提供足够营养 又符合斋戒规定的食物 这种小小的炸豆饼 外酥内软 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在开罗的街头 你会发现 法拉费摊位 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处 这些摊位 通常由家庭经营 秘方代代相传 每个摊位 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 和烹饪技巧 这也使得每一口法拉费 都有着微妙的差异 你可能会发现 有些摊位的法拉费更香脆 而有些则更注重内馅的柔软度 被磨成糊状 然后加入香料如香菜 自然和大蒜 再捏成小球或小饼状 最后放入滚烫的油锅中 炸至金黄 这种制作过程听起来简单 但要做到外酥内软 香气四溢 却需要相当的技术和经验 有趣的是 法拉费在埃及的地位 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象征 每当清晨 开罗的街头巷尾 就会响起法拉费摊位的吆喝声 这种声音 彭腹是城市的晨曲 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此外 法拉费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它的国际化 随着埃及移民的脚步 法拉费也走向了世界各地 在美国 欧洲 甚至亚洲的街头 你都能找到法拉费的身影 这种小小的炸豆饼 成为了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美食大事 总的来说 开罗的法拉费 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素食 更是一段充满历史和文化的故事 下次当你品尝这种美食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站在开罗的街头 感受那份来自古老文明的美味祝福 好了 今天我们的美食之旅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从中感受到了 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让魏蕾在心中旅游了一番 无论是墨西哥的塔可 曼谷的芒果糯米饭 还是布拉格的烟囱蛋糕 每一道美食背后 都有着丰富的故事和历史 这些美味 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我 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对美食的热爱无限 今天的分享 希望能点燃你们 对异国美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毕竟 美食是最无国界的语言 也是我们了解世界和彼此的最佳途径 在这里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美食故事或者想法 你最想品尝哪一道美食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和讨论 我们一起聊聊那些 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Bon Appetit 或者应该说 Biom Proto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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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